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双双成功着陆 现年66岁的我们的州长Greg Abbott首次挑战高空跳伞 就和106岁的二战老兵一块 那么在这一次呢 Greg Abbott因为天雨延迟了他原定计划之后 昨天虽然天气比较冷 但是还是没有阻碍到他的决心 这一次与他双人跳伞的是百岁人瑞 那么两个人在临近Austin跟St. Antonio的 这个跳伞太空乐园上面跳伞 回到地面后 州长表示离开这个机舱之后的感觉 最让他震撼了 整个人都是处于自由落体的状态 好像就在半空当中成空飞翔呢 好这是跟我们德州州长相关的 下边我们来看这个比较严肃一点的问题了 我们来看现在以哈延长停火之后呢 在消息人士说美国的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就是摩萨德局长会议在今天 在杜哈会见卡达首相莫罕默德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延长停火基础上 会商下一阶段的作为 这场会晤也是为了在延长人道主义 暂停协议取得进展的基础下 讨论展开进一步的协议 消息人士说 埃及官员也参与了这一场会谈 成果目前是不得而知 卡达在昨天宣布原本在昨天深夜到期的加萨走廊 四天停火协议现在延长两天 摩萨德局长巴尼亚 还有我们CIA的局长伯恩斯 以及莫罕默德 他们三个人在今天就要进行会商了 好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在选举方面 看到在现在在Fox News的新闻主播Hannity 30号要主持一场另类的辩论 由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迪桑德斯 来对决民主党籍加州州长纽森 纽森已经表明不竞逐明年的总统 他和迪桑德斯不是直接的竞选对手 不过两个人是长期隔空争傲 也可以趁这一次的机会来个一分高下 根据报道过去一年多来 这两个人从新冠的防控限制移民 同性恋政府等问题的争执 一直你来我往 今年6月的桑德斯甚至批评纽森 为何不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初选 敦促对方不要再犹豫不决 而纽森就曾经形容的桑德斯 是独裁者弱小而可怜的人 这两个人在礼拜四30号要辩论了 那么要争取曝光来确立领袖的地位 另外呢 前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 已经在网站上发售了 一款别具一格的圣诞商品 包装纸是两种 这个是前美国总统川普 他利用自己向监狱报到存档的大头罩 我们叫markshot 然后在这里设计成圣诞礼物包装 那么动员他的粉丝们积极购买 希望能够为自家选举的这个活动 筹款数百万元 支持川普的挽救美国联合募款委员会 还在捐款页面增添了选项 让民众捐助其他的金额 网站形容川普是无辜的 只是遭到现任总统 拜登和民主党的打压 那么所以才拍下了监狱里边的大头罩 下面我们就要看到了 圣诞节即将到了 在现在呢 白宫的圣诞装饰已经完成了 在现在公开展示 今年的圣诞装饰 除了这个硕大的圣诞树之外 他的走廊也放满了节日的糖果 负责设计的是第一夫人吉尔 他则说 每一个房间 他的设计都是捕捉 纯粹的喜悦和想象力 希望每个房间都能够让访客感到喜悦 那么就好像孩子般得到崭新的体验 那么在现在白宫为了维持 关注军券福祉的传统 昨天已经率先安排了部分国民军的家属参观 众人是在入口不远处就可以看到木制的精心装饰品 上面还刻有阵王官兵的姓名 缅怀历年来为国捐躯的军人 官方更邀请迪斯尼音乐剧 Frozen冰雪奇缘的演员 在现场表演 未落到访的宾客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呢 就是意外富豪马斯克 因为他旗下的社群平台 X的反犹太贴文遭到抨击 最近呢 他就造访了这个以色列 那么也从一名遭哈马斯俘虏人质的父亲手中 他收到了纪念人质身份的吊牌 马斯克也承诺 他会每天待在身上 直到所有人质获释为止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 就是在纳斯卡罗南亚州的法庭 现在裁定 涉嫌在今年8月 在纳斯卡罗南亚州大学教堂山分校 开枪杀害华裔导师的中国籍留学生 齐泰磊 因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 不适合受审 需要入院治疗 并且暂停诉讼的程序 直到他的状态恢复到 可以接受的水准为止 报告显示 齐泰磊曾经两次接受评估 囚禁候审期间 出现有妄想 缓听思绪混乱而无法沟通的问题 而且还尝试自残 不排除患有未经诊治的精神分裂症 现在被裁定不适合受审 必须要入院接受精神治疗 好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在媒体报道 Google自从在5月份宣布了一个措施 这次定下12月的最后限期 发出多次通知 就是从12月起将开始分阶段删除 停用了两年以上的非活跃账户 其中包括了Google mail或者是相册 还有网络的硬碟这一些各项的数据 民众如果想要保留账户的话 就必须要在这个星期内要登入才可以 专家说保留Google账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定期登录 来防止注销 相隔时间应该在两年之内 此外网民也可以在登录的情况下 收罚电邮 使用Google的搜索门户网站 观看YouTube的短片等等 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的Google账户两年没有使用 12月1号起 Google就会开始把它给删除了 好 其他方面的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印度 印度的媒体说 救援41名受困印度隧道工人的工作 现在出现突破 近60公尺长的通道在今天终于打通了 第一位工人已经被救出脱困 救援人员救出的这是一名男性的工人 这个北阿坎德省新建中的隧道 在12号发生坍塌意外 41名工人受困数公顿重的 这个坍塌的土石和混凝土废墟的另外一侧 等待救援 现在呢以钻口机进行的搜救 一再受挫 没有办法打穿近60公尺厚的岩石和土堆 那么在现在呢 终于可以打穿了一个鼠洞 老鼠洞 朝着受困工人方向徒手挖掘石块和碎石头 救援工作现在终于有了进展了 好我们新闻最后看到在教宗 天主教罗马教廷在今天说 教宗方济各将会按照原定计划出席在杜拜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 教宗在近日肺部发言正在复原当中 教廷发言人 那么表示 由12月1号起教宗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 包括2号发表这次会议的其中一场专题演讲 当天还会与大约30人举行双边会面 包括大约20名国家元首在内 好的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在今天的五件新闻 互美剑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也在今天呢 接下来提醒大家 12点半将会有和于希燕于老师 带给大家的石花弄草 别错过了 朋友们一定要一块收听